当您因脾气急而血压升高时应该怎么办 看似普通的打呼噜却隐藏着潜在的危险 当中医遇上高血压又有着怎样的高招 健康之路尽其关注 到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欢迎收看由无限局关明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谢于华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给我们现场的一些观众啊 随即进行了一个血压的检查 结果就发现问题了啊 有一位观众的血压是比较高的 我们先把这位阿姨请到台上来 欢迎阿姨 来 阿姨您到这边来 您刚才不是让我们那个小护士小赵给您测了一下吗 测完之后那个结果是多少 185 哇 您知道这个结果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惊讶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过 是吧 就这一两年吧 就是有点怎么样 就是头脑晕晕乎乎的 宣压就是135 140的样的 但是没关系 今天现场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巧妙的小办法 一测完之后就可以让您马上的降压 那太好了 您信不信 那试试吧 想试一试是吗 那好 您先坐到我们这个座位上 我给您请上来一位专家 让他来给您坐 我们掌声有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元医院的张金春教授 欢迎张教授 你好 张教授 张教授上来我就给您派一活 我们阿姨刚才也检查了185 这事确实有点高 确实高一点 正常高压应该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的 正常应该在140 90以下 对呀 男阿姨这超的太多了 超的太多了 但我刚才很夸下海口了 我说请上一位专家就能够帮他历史降压 这个能完成吗 有难度吗 我们试试吧 主要是在这个衣风雪也就是耳垂与枕股之间的凹陷处 还有这个锁骨上窝终点的这个地方 上下推按 用拇指 我看您是从上往下向铝 对 上下推按 然后呢先左后右 那得推多少次啊 一般呢是这五到八次 理论上来讲不能双侧一块按 因为双侧一块按呢 容易出现脑空血不足 另外来讲呢 这个按压的方法呢 它还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本身来讲呢 如果要是老年人 颈动脉重度狭载 就斑块的患者 如果按压起来就容易出现危险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还是在医生指导下做 自己在家做呢 有点危险 是不是您按完了一段时间 血压降下来了 但是五分钟之后又上去了 哦 它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时候只是个紧急降压的方法 跟着的你还可以用一些药物 您觉得按这几下 现在可以帮着阿姨来测一下血压了吗 测一下吧 看看血压的变化情况 来 我们有请护士小赵上来帮 测一下啊 看看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 会让阿姨的血压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刚才阿姨说 她平时血压140的时候 就已经晕晕乎乎的了 而且刚才测180 85 除名阿姨是以超人的革命毅力 在坚持录我们的节目 这很危险的啊 阿姨还是要坚持治疗 这个只是辅助的手段 大概会降多少啊 这个血压 一般情况下降20到30还是可以的 做完这几下按摩之后呢 我们发现阿姨的血压 的确是降了一些 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阿姨你回去之后 千万要坚持治疗 好好吃药 先找高原压的大夫看看病 好 谢谢您阿姨 也谢谢张教授和我们小赵 感谢张教授啊 帮着阿姨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错 我估计看完刚才那段 肯定好多高血压的病人都说 哎呦那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降压 那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降压药了 我们天天就这样按一按不就行了吗 中医呢 他治疗呢 讲究是辩证论治 另外来讲 根据患者的那个血压情况 一般来讲 轻度的高血压 忽高忽不高的 可以呢 用一些那个吹蜡按摩 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情况 如果要血压比较高了 持续的高 另外有一些和平症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请医院 给他进行明确的诊断 对症的治疗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对症治疗 中医怎么分这个高血压的症型呢 有什么不同吗 中医常见的呢 一般分为四个症型 一个是那急脾气的高血压 一个是那体型天胖的这种高血压 还有一个是老年人的这种特殊的高血压 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种高血压 这几种呢 中医治疗起来它有各具特色 有从性格分的 有从体态看的 还有从年龄来进行不一样的区分 那我们得对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您是属于哪个类型的高血压 看来中医是有不一样的方法来调整的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急脾气型的高血压 这样的患者 他们的脸色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看看自己的面色啊 拿镜子看一看 是发红发白还是发黄呢 来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要说高血压的话 这个我觉得应该很难判断 不过这个急脾气的人肯定是那种脸色发红 因为他们说话动物就火猫三丈了 我们也正常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脸红脖子粗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发红 大色的旁边频频点头 很同意挺挺的看法 没错这个有一段著名的外国歌剧唱的就是特别好 特别正确叫 蓝莲地兜尔敦 道玉马 冲莲地冠冠 你想这个道玉马的人呢需要的是狡诈 需要的是阻止多谋 所以脸是蓝的 而战长沙的战争啊 需要的是火冒三丈 需要的是有激情 需要的是爱发脾气 那所以可能爱发脾气的人脸通常是红的 但是还是挺的说法很对 发脾气不一定高血压 但是发脾气人脸一定会红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戏剧当中 其实是用人物的这个脸色来表现他的性格 但对应到咱们生活当中 比如说这个脸色和高血压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咱们先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超过一半的观众选择的都是发红 那到底是红啊还是白啊 有的时候气的是一阵红一阵白 那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您要是脸色发红的话 就属于这个叫激情激情的高血压了 这一类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呀 高血压的病人呢 这一类病人主要是肝羊上胖 他呢肝火上炎 火性一炎上了以后 火的颜色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脸是红色的 所以这样也可以解释了就 肥胖型的 老年型的 更年轻型的 都会得高血压 这个我承认 可是急脾气就会得高血压 这个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是啊 就这个发生的比率大概会有多大 这个发生的比率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本身来讲就是说 尤其是中青年的那患者 他的那个血压高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肝羊上抗 脾气比较急 因为他们本身正是这个社会的顶梁柱 一些骨干力量 工作呀 生活压力呀 来自各方的压力都是相当大的 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就经常出现肝羽气质 进一步出现肝羊上炕 火性炎上 慢慢来讲 脾气呀 性格呀 都开始急躁 这样的话呢 面红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我注意到您刚才这个用语用到了 叫肝羊上抗 就是中医骨子集早有记载 就是珠峰吊旋皆属于肝 这个旋呢 就是头晕的意思 也就是和中医的这个 旋晕以高血压的这个认识 这是相通应的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就是头晕的患者 一般都是中医认为是风动 忽来忽止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 另外来讲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素问 治真药大论 这个著名的中医经典 就谈到呢 是都是因为肝气 肝羊 肝火 这种引起来的 所以从肝论治 治疗这种旋晕 这是对症的 相当于是咱中医讲的肝不好了 有肝火了 特别旺 熊熊燃烧的时候 会延伸到我们这个血压 也发生变化 这要是已经明确了 咱就是有肝火了 也是这个血压比较高 怎么来调整呢 最主要的 可以选择一些放松的那种运动 帮助自我调节情绪 这样 放松的运动 咱们来看有什么好的运动 就可以帮着那些 哎呦 脾气特别暴躁的人 降血压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哪一种运动啊 是更适合极脾气的高血压的患者的 估计摔跤肯定不成 咱打也不行 没有摔跤 三个游泳 太极 还是羽毛球 来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我排除一个吧 我觉得游泳肯定不行 因为这高血压 你可能不对什么的时候 血压就上来了 那那个时候 整个人的身体是失控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正好在一片深水区里面 又没有人过去帮你 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 我反而觉得游泳 应该还挺适合的 因为这个讲上沾弱水嘛 而且山为阳 水为阴 比如说你在生气的时候 泼你一盆冷水 你马上这个火就降下来了 所以这个水 是不是经常跟水打交道 会对人的这个急脾气的环境 有好处呢 你这已经上升到 很高的中心血压血的高度了 就叫干羊上抗 火特别旺的时候 就是要用水来 泼一盆冷水啊 泼一下 那你们俩这观点 应该是截然相反的 好 来 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 一般的观众选择的是 太极 打太极拳 那这种运动 是不是适合所有 这个急脾气型的 高血压的患者呢 等一下广告上专家来告诉我们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我们所说了 有一种高血压的类型 您就看他的脸色 就能看出来 脸经常说特别红 脾气呢 也很暴躁 这个时候啊 推荐一种运动 这个就是 打太极拳 要说到这打太极拳啊 我们今天呢 也请到了一位太极高手 也是来自于 西岳医院的一位医生啊 我们掌声有请 楚江波医生 来 欢迎楚医生 您好 楚医生 我们这样啊 在这个舒缓 虚无 甜淡的太极拳 打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再请张教授 跟我们来说说 为什么打太极拳 更适合那些 叫极体地形的 高血压患者 太极拳呢 它最大的特点呢 是借鉴了传统的 导引突纳的方法 它含蓄 内炼 连绵不断 刚柔相继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达到全身放松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 在全身放松的同时呢 血液对血管的压力 也放松下来了 这样血压自然就下降了 另外来讲呢 就是太极拳还讲究 外炼筋骨肉 内炼五脏六脖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使得经络疏通 剃血调和 心情呢 就是平和下来 这样的话自然呢 对那个 就是外界的环境的刺激 就适应了 这样的话呢 血压 就是血管 神经这些稳定性 都下降以后自然就 它不先帮您把脾气降下来 对 把您的情绪降下来 对 那游泳为什么不成呢 游泳呢 它本身就是刚才提醒说的 非常正确 有时候它突然下血压高 在水里是相当危险的 是 如果你即使想游泳 你可以在潜水期 在别人看护的情况下 陪伴的情况下 做游泳 这是 另外来讲呢 还有咱们这个 就是羽毛球 那个羽毛球太低劣了 竞争性太强 大家都想赢 这一想赢 血压 从下上去了 所以这个不适合 咱们这个太监老师 这个表情 不喜不悲呢 对 而且我也发现 一个特有趣的现象 一开始楚医生打的时候吧 张教授的语速 也慢了下来 你发现了 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影响 天淡虚无 真的是处在这种境界当中的时候 人的这种心率啊 节奏啊 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舒缓 放慢节奏 也会让我们调整到一种 平和的状态当中 这一套拳打完了 太感谢您了 高血压的 尤其是脾气不太好的 你也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一学 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情 也是有帮助的 能够降压的 对 全身放松 我还是特希望能够有 这个更立竿见影的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血压 就是轻度升高的 或者是为了养生保健 这个太极拳 它是选择的一种运动状态 血压要是高到一定程度 肯定是要用药的 在西医那个五类药运用的同时 也可以加我们的中医的辩证应用药 这样的话呢 最常用的一些药物呢 就是我常用的就是一个天麻这个药物 这个我还真熟悉 我妈 我小的时候 我妈就偏头藏 然后经常用一个天麻 炖鸽子来吃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特别不好 天麻它的特点呢 它是一个干瓶的 它呢 是归干净 瓶肝西风 治疗那个头晕头疼 一般来讲 刚才那个大厕说的 她妈也是头疼 是吧 头疼呢 我们中医治疗就是瓶肝西风 止疼 这个天麻是治疗 这个病的 非常对症的这么一个药物 瓶肝西风 就是刚才谈到这个肝阳上抗 那我们就要给它瓶下来 就有一个瓶肝的意思 西风呢 刚才谈到的珠峰吊旋 结属于肝 这个风就是谈到的 把这个风药给它吸掉 这样的话进一步呢 头疼 咸阴的这症状 自然就好了 不过它又治标 同时还能够调整本 对 那看来天麻是非常正确的 对症的一种药 对对对 它本身来讲 这个药除了它这中医的功效呢 现代药理学证实呢 它对外周血管 脑血管 冠状动脉 它都有扩张 改善血流的作用 进一步呢 它可以保护 心脑 中医西医都认为它是一堆好药 对对对 那这天麻是怎么用 是单独食用 还是说和其他的药配在一起呢 炖鸽子去 可以做药膳 在那个南方 它经常有什么天麻炖鸡啊 像你说的天麻炖鸽子 这是常用的 是吧 另外来讲呢 还有一些南方的小孩子 高考的时候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 家长经常叮嘱这个小孩子 就是嚼一些天麻 这样的话呢 可以清理头目 然后醒脑开窍 戏风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抑制 这个 还有这个作用呢 开窍完 这主意 天麻我们也可以 就是说 做药茶 做代茶饮 治疗这个 低体系的高血压 对啊 看您面前都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这就是枸杞 你用的菊花是什么 用的是白菊花 白菊 因为野菊花呢 它是清了解毒的 效果不一样 那白菊它好在哪啊 白菊主要是 它是 瓶干 清理头目的 瓶干清理头目 刚好就对那个脾气急 降干火是有作用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天麻吗 天麻 这就是天麻 像姜一样 这个能这么生吃吗 可以 刚才不是谈到吗 就是说 南方的小孩 他考试的时候 家长有时候让他嚼服天麻 好用啊 有那个醒脑 清理头目 一致的这种作用 这我觉得 在嘴里含着 那这个怎么配比呢 弄多少呢 别配用就五克左右吧 就五克 各五克是吗 各五克 就是天麻五克 我觉得天麻是不是不太好 对于咱们那个 吉皮剂的高血压 狗鸡子可以少割点 为什么呀 因为本身狗鸡子 还是一个不易的作用 没煮过 太补了 对 上火吗 上火那是根据个人的体质问题 那咱就放五粒吧 几时应该都放到十粒左右了 对对 清代宫廷里头 用这个浴衣 就是环环的奶 对 经常是选择这个药茶 得泡多长时间 能把这天麻给泡出来呀 泡不住了 这太硬了 半个小时就应该可以泡 要泡半个小时左右 对 半个小时一泡 然后一天就喝着一杯吗 就反复的那换水就可以了 喝完了以后就换水 不用换你的药材 比如说喜欢饮茶的朋友 中国那是一个茶叶之乡 我们有很多茶叶 像苦丁茶 还有那个绿茶 它的降压作用就是非常明确的 绿茶就能降压呢 对 绿茶有降压的作用 在我们研究和老师一块研究轻功医院的时候 它本身来讲里边就选择一些药物 再和一些绿茶呀 苦丁茶呀配合在一起 作为药茶 然后呢治疗疾病 还有养生保健 而且天麻好像本身也有很多成药吧 对 像天麻丸 因为本身来讲如果要是就用一味天麻 治疗还是相当 还有一定局限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经常使用的一个降压的十方 就是天麻高腾瘾这个方的 治疗那个高血压 这个作用呢就更加强烈一些 这个属于传统的民方了 是吧 对 看看这个祖方都有哪些 这个药好多 天麻高腾瘾 它涵盖了许多就是围绕这个肝治疗的这个药物 包括像天麻沟腾 平肝西风的 石绝鸣 正肝西风的 山枝黄芹 清肝西风的 还有一些 牛膝啊 肚重 还有这个桑继生 它是补肾 补肝肾 从而养肝的 另外来讲 还有一些 月交腾 福神 养心 安神 养肝血的 这些药物 同而呢治疗就是说 肝阳上抗 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 我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性患者 他呢也是压力比较高 平常的时候 典型的一个极脾气的高血压 当时来的时候呢 只是脾气比较低 经常头晕 后来呢 到我们这儿 我们给他一辆血压 血压曾经达到了150 低压呢 因为年轻人血压高特点 有时候低压偏高 他90 后来我就给他用这个天麻沟腾瘾的这个方子 化财以后 他吃了将近两个月吧 血压就降下来了 他当时的什么一个状态 急躁一目啊 就是后来过了一年以后呢 他又来找我 我说你怎么后来没来 是吃了西药了还是怎么着 他说 因为本身来讲 我后来一到头晕的时候 一两血压高 我就吃这个方子 最近效果还都是挺好的 最近又出现这个问题 我又来找你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药店能买到这种 就是经典配好的方子 还是有成药的 有成药 我们平常临床上呢 也是经常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 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 加加减减 您看我们有运动的方式 有调整心情的好办法 再加上配合一些药物的这种治疗呢 相信是对那些急脾气的高血压患者呀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除此之外呀 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会引起高血压 你也得注意了 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比如说下面这哪一种情况就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呢 这可能啊您平时都没太在意过啊 你看 是打呼噜 打嗝 还是打喷嚏 来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点 让我选哪个打能引起高血压 这跟GPC没有关系吧 是 这是生活习惯 那我觉得打喷嚏 为什么 第一 它最剧烈 不是打呼噜 你打一宿 打一宿 你打喷嚏不可能打一宿 刚刚刚打一宿人都受不了 而且这么一下 就一下容易爆表 你血喷就上来了 而且出现了 就是太大了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啊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都是打呼噜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更容易引起高血压呢 来看看答案是 还真是打呼噜 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打呼噜 医学上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这个病呢 现在已经是国际上就是研究高血压 这领域的热点问题了 因为本身来讲呢 就是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的高血压指团 GNC7就谈到了 就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这个打呼噜 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如果我们就是在座的观众 谁有一点打呼噜的情况 还没有发现高血压 最好还是到医院查一查 您说刚才是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 只要您打呼噜 就有可能是高血压 是这样的 有一个就是检查的视频 就发现他睡觉的时候 正常的呼吸呼吸呼吸 突然间闭气了 而且我最长时间的闭气达到45秒 我想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去游泳的时候 我也闭不了45秒 他居然可以45秒不呼吸 之后再呼吸 我想这一段时间的缺氧 应该对于整个身体的供氧 包括一些运行都有很大的伤害 他的肌力 他是属于间歇性的低氧 一会儿窒息了 一会儿又通开了 这样的话呢 对血管内皮的刺激相当大 进一步呢 就会影响高血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有谁就是自己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爱打呼噜 结果发现血压确实也挺高的 有这样的观众吗 59号观众啊 哎这是 您血压情况怎么样 我先问一下 血压高 我啊高的160 170 那个低压啊 90 100 嗯就是 那是蛮高的 很高的 那您平时 我就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也吃药 但是呢 还是高 后来以后呢 我给晕倒了 晕倒了以后 后来以后呢 血压就是升高以后 那个脑子里头还不行了 有那挺危险的 很危险 阿姨平时你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打呼噜严重吗 我睡觉打呼噜 可是我不知道是引起的血压高 我打呼噜还挺严重的 您家人会怎么跟您形容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哎呦 他们说打得可想可想的 我自本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给人打醒了 我都不知道 地震了 会憋气吗 憋气 因为我在那住院里试来着 我能坚信一分钟 就是停息 说这很危险 哎呦 您睡着了 故意自个儿感觉不到吧 感觉不到 您看 我们这位阿姨 就是平时打呼噜特别严重 而且最长的时候呢 会憋气到一分钟 结果血压就一直是 吃药也控制不下来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打呼噜和高血压之间 还真的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那西医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们听听何博士来和您说一说 邀请何家 好的小鸡 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打呼噜的原因 那么这个打呼噜呢 它有一些外部的因素 也有内部的因素 那么首先啊 从外部来讲 比较肥胖的人 那么他们容易出现打呼噜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肥胖和高血压之间啊 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因素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解剖的示意图 来给大家说明 那么我们看一看 在这里呢 上面的这个粉红色的腔体呢 是我们的鼻腔 那么这个呢 是鼻咽部 一直到气管 那么这个大的这个气管呢 是舌头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口腔 口咽部 最后呢 也是到气管 那么如果一个人比较肥胖的话 那么当他躺下的时候 因为这个很多组织啊 气管的这个挤压 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鼻咽 和口咽部的这个狭窄 造成通气的不畅 因此呢 就造成了打呼噜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是从外部的因素来讲 那么内部因素呢 也有一些改变 那么比如啊 如果这个下颌骨啊 发育不全 那么他的下颌呢 可能会比较短 因此呢 肌肉呢 也容易挤成一团 特别是口底啊 口咽部的肌肉 容易挤成一团 当他躺下的时候 那么这个肌肉呢 就也容易后缩 阻塞到这个气道 所以呢 我们也发现 有这样一个情况 当他仰面躺的时候 打呼噜呢 可能会比较严重 那么当他侧身的时候 可能就会稍微的减轻一些 这个是发育的问题 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了 啊 那这个我们周围呢 这个打呼噜的人很多啊 怎么解决呢 那么其实呢 现在有很多的 比如说睡眠科呀 或者是耳鼻咽喉科呢 是可以制作阻酣器的啊 那么这个阻酣器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牙套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戴在嘴里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不方便呢 啊 或者是很严重的 打呼噜的情况 我们还有啊 这样的一个仪器 可以帮着大家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一个辅助呼吸机 我们给大家分解一下 首先呢 它的这个结构呢 包括一个主机 这个主机呢 是可以打开的 那中间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呢 可以放进这个清水 用来给这个呼吸的气体啊 加湿用的啊 放进去 另外呢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件 一个是通气道 一头呢 接到这个机器上面 另外一头啊 就可以接到一个通气面罩上 把它接上 那么在病人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面罩呢 戴在他的口鼻的位置啊 包住这个口鼻 那么在病人呼吸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啊 他就可以自动检测到 这个人的呼吸的频率 然后呢 跟随着他的频率 来辅助着给他通气 比如说 当他吸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机器呢 就给他送进去空气 那么当他呼气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就帮助这个气体的排出 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那么这个呢 是在吸 解决打呼噜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么中医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呢 小姬 这个问题 交给你了 好 谢谢何佳博士啊 这个是吸的解决方案 那何博士问了 这中医该怎么办呢 中医认为呢 就是脾胃不调 食饮不化 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引起打呼噜 是吧 进一步 刚才咱们西医的机制谈到了 间歇低痒就出现血压高了 古籍上有记载 就是你看 盖有因猴臂而过于攻击 智商胃气 有间于食饮 这就谈到的 饮食组织 容易打呼噜 这个情况 是吧 另外刚才咱们谈到的 就是说 晚上你要是过食了以后 它就容易打呼噜加重 这就是 对脾胃不和 引起的食肌 的打呼噜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脾胃不和 然后弹尸组织 蒙蔽了清阳以后 清阳就是我们的脑壳 进一步呢 就容易出现打呼噜的情况 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脾胃不和 平常的 平体偏胖 是吧 然后呢 适时肥干厚味 容易的东西 这种患者 他一般情况下 打呼噜也是相当严重的 脖子也是相当的短 这种肥胖的患者 非常多 打呼噜的 那您说的这一个类型 就应该是属于 肥胖型的高血压患者了 嗯 一般情况下的 我们这种 打呼噜的患者 他都是 相对来讲 比较肥胖 瘦人呢 他就打呼噜的比较少了 吃的太多了 伤害到脾胃了 身体就容易 淤积弹湿 嗯 然后头儿就引发了 这个我们说打呼噜 呼吸暂停把血压也上去了 就是中医认为 这打呼噜 不单单是呼吸暂停 那么简单 它是内在出了问题 才有可能导致打呼噜 对 另外来讲呢 就是胖人多痰湿 善病中风 就是说 痰湿的体质的人 容易得中风 就是半身不随 这种情况 然后呢 和我们那个高血压患者 容易合并中风 这种还是相一致的 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高血压的 和病中风的这种患者 我们从中医变证上来讲 它也是属于那种 弹湿 体型天胖的这种类型 所以治疗的原则 就得要 健硬脾胃 化痰去湿 这样可以 就是说 治疗这类型的 高血压患者 所以您常用的 这个方子 就是这个 半下白竹 添麻汤 这个方子组成呢 非常合理的 兼顾了 去湿 化痰 建硬脾胃 还有添麻这个瓶肝西风 治疗头晕的这个药物 另外来讲呢 还有一些 甘草 生姜大枣 进一步调理脾胃 调和猪药 非常合理的 这么一个治疗 脾胃不合 然后 含尸组织的 这种高血压患者 说我们 医院有一个 已故的著名老中医 他叫 越美中 曾经在七八十年代呢 是被 周恩来总理和 毛泽东主席 经常派到 东南亚各国 给元首看病 也曾经给那个 印尼的总统 苏加诺 治疗疾病 非常有效 作为一个 就是医疗外交的 这么一个专家 他呢 本身我在总结 他的高血压的 治疗经验的时候呢 就发现 他自己每每 高血压 头晕的时候 就选择这个方子 而且效果 还是相当好的 那时候 他也是 偏面白啊 体型偏胖 这种情况下呢 弹尸组织的情况 自己选择的这个 半下白竹天麻汤 治疗 每每就头晕的症状 缓解的比较好 您看这个肥胖型的 高血压患者吧 您就发现 有一规律 他只要是体太胖 他大多数都会打呼噜 血压也都高 所以可能前提啊 咱还是得控制体重 除了用这个方子之外 咱们看看 有什么样的一些 小食疗方案 也可以推荐给您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用食材来减肥啊 那哪一种食材 还是更适合于肥胖的 高血压的患者呢 荷叶 桑叶 还是竹叶 来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因为这个荷叶 咱们都知道 一般那个南方 不经常吃那个糯米鸡 然后外面都是荷叶包的 桑叶 那个都是晒干了之后 冲水喝的 还有竹叶 我觉得如果要说药性的话 竹叶应该有一些 因为牙膏里面有 然后比如说牙液出血 用点那个加竹叶的牙膏 你要说哪个能降血压 这我还真是不清楚了 那我们看看大家 是否清楚这个问题啊 看看大家的选择 差不多 答案非常的接近 有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等一下广告让专家 来给您明确一下 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咱们说了 对于那些特别胖 血压很高的人呢 前提一样就是要控制体重啊 让这个呼噜呢 打得不是那么的严重 憋气的时间短一点 从而呢 也能够对于控压有帮助 那他们到底来吃点什么 比较好呢 要吃荷叶 荷叶本身来讲呢 它是性味偏凉的 它呢偏苦 微色 它是归心肝脾经的 平常的时候 它是鼠天的 就是夏天现在正是荷花 蛮迟的季节 它呢有青鼠立湿 健脾生羊 散淤止血 降血压的作用 它呢正好对我们这个 脾胃不和 弹湿祖祖的这个正形呢 是相对应的这个立法 一般来讲呢 荷叶分为干荷叶和鲜荷叶 鲜荷叶呢 我们可以做粥 荷叶粥 做米饭 荷叶蒜 都口感非常好的 干荷叶呢 本身就可以泡茶了 泡茶呢就有 健脾 生青 降灼 然后化痰 进一步呢 它因为里边含荷叶碱嘛 它就有扩血管的作用 有铸压的作用 干的它鲜的都有用 泡茶我们还是用干的比较好 用干的也好 因为你本身有局限 鲜的不是每个季节都能得到 是吧 那像煮粥啊 做菜啊什么的 用干的好 还用鲜的好啊 我们还是就是现在的季节 吃一些时令的东西 做一些 这个地址能得到鲜的 我们就用鲜的 是吧 然后另外来讲 荷叶还有一个好的功效 就是我们本身 高与压的患者 经常是合并高脂血症 荷叶呢 本身还有一个降血脂的作用 所以降压降脂 这个搭配非常好的 我们有经验的 这些 这个书上阿姨们都知道 菜市场有卖鲜荷叶的 肝荷叶 肝荷叶就得到药店吧 肝荷叶我们就可以泡茶 四季都可以选用 听证专家的课之后 以后停停吃糯米鸡的时候 就把鸡扔了 把荷叶洗 把荷叶洗了 那说到这个肝荷叶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 我们通常如果要是用荷叶的话 就对于那些高血压的患者 得用多少量呢 有没有一些讲究 我们一般选五到十克就可以了 五到十克 那要是这样的话 怎么着也得不用手了啊 这是一天的量吗 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我们 这些还不到 五到十克 差不多得有这么多吧 差不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早晨可以给它冲泡 冲泡了以后 这一天呢 反复蓄水 就不要用再换荷叶了 这样的话把里头有效成分呢 充分地给它泡出来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 良好的健体去湿 降压降血脂 可是它这泡一泡 那味道不就淡了吗 也可以吗 没有关系 因为本身来讲 它这个 我们用汤药也是一天要用两次 不见得就是每一个时段 它的能度都一样 因为血压也是一天会在波动的 可是您不是说 这个是腥味比较凉的吗 那能长期喝吗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配一些狗鸡籽 可以兼顾一下 虚实夹杂 这样的话呢 狗鸡籽它有补液的作用 这个呢 有氢的作用 这样的轻补兼用 这样就是凉的和温的 在一块配的用 它腥味就综合了 又可以 不会伤害到更多的 这个其他的脏器 张教授 我在市面问您一下 如果说您说 荷叶对这个 这个健体生扬是有好处的 那我们配合这个荷叶茶 我们再吃点 不是糯米鸡哈 吃点藕之类的 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功效 应该是可以的 一般来讲 就是说 荷糖四宝 包括咱们 像您说的藕 是吧 荷叶 还有莲子 还有荷花 是吧 一般就是说 用药运价值比较大的呢 就是咱们的荷叶 和莲子 相对来讲呢 就是你莲藕 也有相对作用 但是呢 它更好吃 虽然我觉得 大侧荷亭 已经都太瘦了 他们都没达标呢 我还是把这个茶呢 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谁觉得自己体态比较胖 血压也很高的啊 送给您 来 56号的观众 还有我们这位 59号的观众啊 诶 张教授 那喝这个茶 是不是就能达到 那个降血压的作用啊 它这个就是轻度的 就是说改善一下症状 你要是真是 症状比较重的话 肯定还要选择 我们那个半下半